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凌美人 这些衣物都清洗好了 奴婢先替你放到箱子里吧 等等 你是谁啊 我怎么没有见过你 我是刚调配过来的宫女 负责领美人宫内杂物 年纪这么小就入宫 一定很辛苦吧 领美人你呢 一介女奴刚刚晋升 就得到陛下的尊崇 一定很得意吧 幻妃娘娘到 幻妃娘娘 本宫丢失宝物 怀疑被宫人所盗 就先从领美人的宫中 搜查一下吧 是 住手 这些物品都是陛下所赐 你们随意打砸 就不怕陛下致罪吗 云妃娘娘 若是找到了本宫的宝物 该治罪的 就不是别人了 启禀幻妃娘娘找到藏物了 就藏在凌美人的衣箱中 凌美人 这些衣物都清洗好了 奴婢先替你放到箱子里吧 该死 我太亲敌了 这是幻族贵族 恭贺联姻的贺礼 怎么跑到凌美人的柜子里了 凌美人偷窃重礼 除以断手之行 娘娘栽赃后又世家即行 就不怕是后被追究吗 栽赃 这赃物 就是在你衣柜中发现的 所有的宫女 都可以做见证 就算是尊太后 也无法追究 至于陛下 那男人小心翼翼 在尊太后手下活了这么多年 怎么会为了你一个小小女婢 得罪我这个幻族女将 陛下 灵魅人的宫女求见 求陛下快去救救灵魅人吧 坏妃娘娘要对灵魅人动重行 朕知道了 你退下吧 是 陛下 陛下 您 朕不打算救灵魅人了吗 朕为何要救她 不过 是君臣关系而已 放开我 你们放开我 走 你们要干什么 你们要干什么 朕不 Magic 辈马 If reproductive 来 拜见陛下 朕的人 你也敢下重手 陛下真是出人一流 为了一个贱奴 亲自赶来 这么多年 臣妾始终搞不明白 陛下如此聪明之人 宁愿为了卑贱的女奴 花费心思 甚至为了女奴挺身而出 却始终不愿意接受臣妾的好意 你可以叫我萨雅 焕祖一直被尊太后的大军威胁 陛下 也被尊太后的权威压制 既然你我已经成婚 更应该考虑结盟 最后的权威压制 只要你我联手 定能叫做 闭嘴 就算不结盟 你也不必在后宫 加害朕喜爱之人 别隐你我行程 在朕的面前 你始终是废弃 三番五次缠没有 不过就是想要权力 不结盟便为敌 换族的婢女听令 却砍下那盗贼的双手 这个后宫 没有本宫除不掉的女人 放肆 谁敢加害朕的人 就要做好受死的准备 我劝陛下 不要因小失大 你也太子大了 陛下不可 娘娘是换族女将 维系这两族邦交 沐轩君 你杀我试试看 你看看尊太后 能不能用这个理由 直接将你废除 灵魅臣 你这是干什么 请陛下息怒 如果砍去臣妾的一双手 能够换取换族的势力削减 也是很值得的 整个后宫的嫔妃 对换妃娘娘一直敢怒不敢言 今日娘娘如此草率地夺去了臣妾的双手 明日后宫嫔妃定会见识 军妻套法 你在说什么鬼话 这个后宫 哪有嫔妃压得住我 尊太后最近正因证悟 迁怒于患族 如果此时她抓住你任何把柄 她会如何 也许有人早就迫不及待 享用臣妾的性命 给幻妃娘娘 致命一击 无许跟她毒瘾 你受伤了 慕萱君 你明知我在患族是什么身份 舍弃我这样的盟友 你 再不滚回去 朕就要追究你栽赃陷害的罪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盘山新穿 这一载花前 你那样遥远 就在我眼前 继续相见 送你恩怨 也幻想与你并肩 倘若你愿负面 此生也无恨 你是天地 无可及星辰 我是时间 最难相浮沉 算尽爱恨浮沉 双眼对望过红尘 那时窗窗翻起 满天雾落影 你是天地 你明知 你明知 你明知